中国载人潜水器蛟龙号在历时15个月的大修和技术升级施工后,于昨天正式入水,进行下潜测试。 大修期间,共完成了舱内西装、生命支持、福利块等系统超过1200个零部件的勘验,2300余次零部件拆检与更换。 在完成各项测试后,蛟龙号将正式投入到深海前沿科学研究、深海资源勘察、深海环境监测保护业务工作中。